干啥 咱们去买石头去了 这么热的气 你知道我怎么去 咱这种实力缺的试车吗 看不出来哟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快这么多试买石头 你还骑这个试 我不想去 所以我还是上了这个贼车 你悠着点 不要给我摔沟里去了 墨西沙的 品质看的都是还不错 起了一层屋 就是小一点 你这个要什么价格 30 这么小的料子 你要30万 品质可以的 品质可不可以 你还是要看价格 10万以内也没机会 改价 38万 让他问一下 还是有列的 你看这边 他有一条条片列的 翻山虽然好 他拿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明显的起雾的一个表现 他想卖多少钱 过十 4万块钱一口了 看了多少钱 18000 你看他才看18000呢 怎么这么熟啊 嗯 价格也会 最后给你一口 4万爱了 不行的话 我们就撤退 而且黑石头会出油情 4万爱钱了 多少钱这么多 大掌啊 我感觉不怎么样 主要就是拍到里面 看他一个头 是不是达到冰种 而且这一个料理 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说的血黄棉 如果是 真的是我们玩的血黄棉 一块台词 可能是最维俗的 机器小黄金外面 我说都看过这 我突然发现 这个假脖子 你才发现 我脖子这么长啊 没想到这么不起眼的 小料子 抬出来这么漂亮 又让我小赚了一笔 这个血黄棉 开出来是真的漂亮哦 哦 换钱了 哦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